太完美了 注意看喔 全國的原住民注意看 這兩支電眼 到富士村多功能的廣場裡面 這個電眼是被動過手腳的 右邊這一支 本來是照裡面 左邊這一支 本來是照對裡面 這個被 富士村辦公室動了手腳 避免他們一些 貪張王法的事 敗露行機 選情快到了 有一些 該出現不該出現 的 政治 經濟 各種三教九流的人士 會跑到富士村辦公室 注意看喔 他把它調到 全部往裡面走 不敢照出入口 我是村辦公室 這個位置 前面這裡 對面是幼稚園 這個位置 常常都是很多 非 被鄉公所人員 跑到這裡來 上貨 卸貨的地方 有些是不可以公開的 可能怕被 遭到 遭到 公安局 所以 貨市村辦公室 把這個鏡頭 全部 轉到 室內籃球場 沒有籃框的球場裡面 再注意看這個角度 再注意看這個角度 有沒有 他完全沒有對外面照 本來是照這個廣場 就是 辦公室前面這塊角度 要把它扭轉 180度 往裡面照 應該是左右 各一隻 兩個角度 它變成同一個角度 很恐怖 非常恐怖 心機非常重 現在是晚上 7月2號凌晨 那個 社會救助員 下午講過了 自己補修 沒有蓋 官房 也沒有打 社會救助員的名字 我在 春乾市正秀會 禮拜五 自己 休假 連續三天放假 連續三天放假 禮拜四 下午 五十四 在整理菜園 大概是下午兩三點就跑掉了 下午 禮拜四下午兩三點就跑掉 就沒有回來了 今天這張就出現了 護士專長今天沒有寫 沒有寫架條 沒有公布在外面 你看這個監視器 一般所有的行政單位有一隻 一定會照門口 甚至是在左右 這個富士村 非常尖橋 非常尖炸 兩隻往裡面照 兩隻往裡面照 我不曉得照這個籃球的 沒有籃球框的滴傷要幹嘛 這個是防內賊 怕 內賊曝光 所以他就把鏡頭調出來 明天 我打110報警好了 告訴警察 這個被動手腳 警察他們來抓兇手 現在是 2022年7月2號凌晨 明天是愛買的活動 5大10BB 用一塊像披風 皮肩的布拉著 就睡覺了 這是富士村 多功能 不到一瓶的東西 一點點而已 那個愛買的話 是站的空間很大 注意看這個卡帽鞋 沒有 鏡子 販賣飲食 或擺設攤位 我們可以看到了 無大師BB 沒有擺設攤位 也沒有販賣飲食 所以不該 違法驅離 雅妮 愛買 販賣飲食 擺設攤位 因為無大師BB沒有意見 就是不要 不要去干涉 無大師BB 自由創作 自由 文實紀錄 有辦活動 結婚 無大師BB 會移開 還有就是那個 黃莓歸鄉長 富士村辦公室 每次如果有辦活動 必須在我人口外內的公告 貼 貼 張貼 讓所有民眾知道 不可以 蓄意隱瞞 造成 我的SBB 跟 有辦活動的單位 有任何 誤會 跟衝突 黃莓歸鄉長 徐正輝現場 看一下 亮眼睛睛 很亮 有 有沒有 被動手腳 恐怖 那個富士村很恐怖 為了要隱藏自己的 一些見不得任的事 他們把這個動手腳 是不是有一些物資 可以偷偷拿出來送給公所 或其他的公務員 私鄉收受 或者是撬班 逃班 避免刑責 留下把柄證據 注意看這個 再看一次最後一拆了 兩 兩支監視器 被富士村辦公室動了手腳 已經一兩個禮拜了吧 今天剛好有心情拍一下 晚上這個燈特別亮 他完全沒有在我們門口 他的 左邊是沒有監視器的 這邊沒有監視器 那個 休靈鄉 那個 所有的車門看一下 那個對面是 幼稚園 幼稚園還有一支角度 是對門口的 亮亮的那個 在這邊 亮亮的 有沒有 對門口 這個左邊 完全沒有 就只有 右邊這個位置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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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金城鄭秀會 社會 社會救助員 你們居然敢動手腳 可恥喔 有一些非相關的人員 常常進出辦公室 看到什麼沙拉拓啦 洗衣粉啊 不是村民 一大堆村民來臨喔 就一些開高級轎車的公務員 來臨喔 來臨喔 好 我的臨屁 我的臨屁就介紹到這裡 這是恐怖的 恐怖的電眼 都可以 你 我來臨屁 我來臨屁 你 感谢观看